他們從來沒有對中共的極權暴政 有過任何指責 馬英九碰到習近平的時候 他說他很感動 他覺得這個很真誠 這很雄才大獵 那你說他怎麼會保護台灣 連這種認知都沒有 連敵我意識都沒有 連善惡區分都沒有能力 怎麼保護台灣 是不是 好 那曹董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 你認為說這部電影 可以帶給台灣有什麼樣的反思嗎 這部電影我雖然沒看 不過它是一個 人權受到強權霸凌的一個影片 是不是這樣子 是 對啊 那這種人權受到強權霸凌 在人的歷史上是一個常態 不是個特別的例子 到今天我們有了自由民主 人權法治 它才變成一個特別的案例 可是你今天在大陸看 他們這個光看一個病毒清零 就對人權做了多大的限制迫害 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是專制者 反正專制的政體 它很可怕 就像這個大陸作家一個魯迅 對不對 叫周樹仁 他說 中國歷史上每一頁打開 你看到的都是人義道德 可是那個字裡行間 仔細看 都兩個字 吃人 專制的這個社會 就是一個大魚吃小魚 小魚吃蝦米的社會 就是一個強權對人權不斷霸凌的社會 所以我們今天在台灣 享受到很難得的自由民主 法治人權 我們要珍惜 我看這種片子 一定要珍惜 你自己不去珍惜你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有一天就變成被強權霸凌的賤民 是吧 所以看這個片子 應該大家有這種歷史的覺悟 是這樣子 長長那你怎麼看 今天崔若元講說 陳時中的仇恨主張是因為他擋了財路 這樣子 其實真的你可以看到說 國民黨打民進黨 一直說要貪污貪污貪污 對不對 國民黨上來就不會貪污嗎 他也照樣貪污 那麼有人說要靠政黨輪替 才能免除貪污 錯 新加坡從來沒有政黨輪替 他沒有貪污 為什麼 因為這是要靠法治 法治需要大家不停的建設 不會說一下就完美 可是民進黨它是本土政權 他會希望台灣一直越來越好 民進黨會貪污 會不會 會 可是他有自清 他自己會反省 自己同志會不容許這種行為 他會要求改進 可是國民黨 他不是本土政權 反正國民黨是一直想 讓台灣被大陸統一的 國民黨是希望大陸台灣人 將來會 回到去做中共的賤民 所以你今天投給國民黨 你將會引進全世界 或者人類有史以來 最貪污的政黨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共產黨 所以你投給國民黨 引進共產黨 你投給民進黨 他會保持續的 維護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所以你要投給誰 應該很清楚 那怎麼看國民黨的假挺18歲 就是他表面上支持說18歲公民權 但是卻私下在選主 叫大家不要領這個公投票 國民黨你跟他講 你反不反共 你不反共 你講什麼都在替共產黨 統一台灣做鋪路 他講什麼都不是為了台灣很好 所以這點要注意 好不好 你怎麼看就是國民黨他們還有 包括日前劉家昌說 您是綠營的側翼打手 他說您是為了私營 您怎麼看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這個國民黨 你看這次講完參演出來 其實很口號 一直在罵人 他沒有內容 所以他說 你不要抹黑講完 抹紅 可是 不是抹紅不抹紅的問題 也不是說他是 有沒有替中資服務的問題 問題是他不老實 對不對 他以前說我去新創產業募資 沒有啊 他是替那個 中國老的傳統產業在募資 他跟新創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他說謊 第二個 人家問他說你細骨今天到底什麼 不說 大事也不說 有欺騙 然後現在人家揭穿出來了 他馬上說人家是抹紅 其他就是不老實 花樣多 講完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也沒有承擔什麼責任 一路走來就只會罵陳志忠 這樣的人當台北市長 是非常危險的 曹總那你怎麼看最近高華安的爭議 因為像柯文哲就講說 是國家機器動得太厲害 不過其實高華安這事情 其實都是內部的催哨賊 就是他過去的助理爆出來的 對 你除了高華安問題就是說 你做了什麼事 你直接面對那個事 不要胡扯 對不對 比如說人家說你抄襲 你說我沒有抄襲就好了 你說我學歷高 學歷高你不會抄襲啊 這種人 這實際上很多高學歷的人 做盡壞事 所以他這個邏輯不同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要看就是說 一個人會不會做事啊 他邏輯不清啊 他是不會做事的 因為邏輯就是正確的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搞不清楚 他怎麼會做事呢 所以高華安的問題 不在於說 什麼什麼誰打壓不打壓他 他本身他是沒有邏輯的 所以你說他念那麼多書 會不會沒有邏輯 會 邏輯是思辨 是英國的思辨 很多你讀書 背了很多東西 你不見得有這個思辨的能力 好不好 先生請教一下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小文小明人他打說 就是高華安其實是全台灣候選人 第一個被告涉潭的 那這一點你怎麼說太棒了 你選一出來就任他檢驗啊 你不能說你選一出來 人家說你涉潭 你說你打壓 你涉潭就證明你沒有涉潭嘛 是不是 就不要 不要看托 不要胡扯 是吧 那你怎麼看 今天馬英九他在基隆那邊說 說您說 不會讓台灣成為下一個香港 他說這個不可能發生的 那你怎麼看 就是他們從來沒有對中共的這個極權暴政 有過任何指責 這個馬英九碰到習近平的時候 他說他很感動 他覺得這個很真誠 這種雄才大獵 那你說他怎麼會保護台灣 連這種認知都沒有 連敵我意識都沒有 連善惡區分都沒有能力 怎麼保護台灣 怎麼保護台灣 是不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今天那個 我聽說這個是 騙人家眼淚 把那個手畫下來 那麼 其實今天我想這個 雖然沒有看啊 很明顯它是一個 強權霸凌人權的一個影片 對 那麼這強權霸凌人權 在中國歷史上它是常態 它不是 不是說偶然的 因為 中國歷史一直都是 極權的嘛 極權專制 極權專制統治 他就是 大於吃小魚 小於吃下面 層層壓制下來的 所以你說像那個 以前的那個大陸作家 魯迅 他本名叫做素人 他寫著說 中國歷史上每一頁打開 都是人一到尾 可是你仔細看 自己的行間 都兩個字 吃人 吃人 所以有極權 有專制 它就是吃人的社會 它這個 強權霸凌人權 是一個暢灘 那麼今天這個片 現在就跟我們時間 地點人物很接近 我們會感覺 很 很 真實 我們感覺它衝擊力 可是如果說放大地看 這個這種事情在 中國歷史上 是已經不悬 今天幸虧台灣 我們走到了 一個自由民主 法治人權社會 我們一定要珍惜 那麼大家知道 有個商的原理 一個火之旁 旁邊的商業的商 有人沒聽過 商 都聽過了嗎 你們是學種的 政治 你聽過商的 商就是說 一個系統裡面 你如果不持續 努力維持它 它一直要要要火斷 商就是說 測量的火斷的程度 商有原感 只會增加 會增長 所以你就要 那麼 像我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它是一個系統 你要不要 你不停地維護它 不停地改善它 它越來越好 你如果放任它 你不理它 不珍惜它 不維護它 它就會崩壞 所以今天 二十六號選舉 很多人說 罵 國民黨罵 民進黨貪污 所以我們要欺絕它 我們厭惡它 我投給國民黨 國民黨 民進黨跟貪污 民進黨貪污 跟國民黨貪污 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民進黨都等土政權 它會自慶 它會自己 檢討自己一次改進 國民黨不會 國民黨只會暴敵 那麼現在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國民黨是講統一的 統一什麼意思就是 我們會被共產黨來統治 對不對 統一以後 不可能國民黨 統治共產黨 一定是共產黨 統治國民黨 共產黨來的時候 等於說引進 人類有史以來 最龐大 最可怕 最黑暗的 就是貪污政權 你要接受這個嗎 所以 我這次出來 人家以為是哪邊 為什麼 你怎麼替民進黨 再助選 民進黨是本土政權 中共打來 它講了 兩個選擇 一個半台獨 統治殺光 第二個是半統治送去 再教育 所以每個人沒有退步 那麼 這兩個政黨選擇 誰比較穩 民進黨 他沒有退步 而國民黨 他退步一堆 所以 你這次要跟大家同學 講 這次投 你不管是誰 你就是要投 民進黨 這是保護你自由民主 人權 重要的意義 不要投給國民黨 你葬送你的權力 將來這種什麼 你每天可能要面對這種悲劇 好吧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